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洛杉矶老区里面华人家庭的院子是什么样的 这个是无花果树已经结果了 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Chris Liu 咱们视频里看这个是橘子树 很多华人家里都会种上各种果树 这样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吃 这个是大家看出是什么了吗 这是柿子树 现在还没有完全成熟 这个院子不但中间种着树 周围也都种着呢 咱们来看看这棵树上的果实 是什么呢 这是青柠檬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是黄柠檬 上面每一个都是黄黄的 这个旁边还有一棵树 上面结的都是小橘子 咱们过来看一下 看上面都有小小的一个 大家看到了吗 咱们现在呢 再去院子的边上看一下 这院子边上还有呢 你看这个是桃树 上面都结出这种小桃子了 这个特别好吃 这里呢有一棵 据说是琵琶树 已经被吃光了 但是我没有看到果实 现在客户呢 要卖这栋房子 还是挺舍不得的 拍个视频 留一个纪念吧 谢谢大家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